烤地瓜之前要先消頭去尾 一人曾婉婷跟著單親烤地瓜媽媽 在高溫200度的爐內 學著如何烤出香噴噴的地瓜 調整擔任一日店長 並且號召粉絲力挺愛心工藝 接下來的寒冬可能又更冷 然後他們就是每天在這樣的環境 我覺得今天天空有作美 沒有下雨 要不然平常如果下雨的話 其實他們就更不方便 所以就希望大家如果看到 不要說只有因為今天做公益 大家來幫忙 然後平常的時候看到這些媽媽 也可以伸出援手 就是捐出你們的愛心 今年受到疫情衝擊 舉辦多年的韓式吃飽三十尾牙伴桌活動 改采送禮到家的服務 包括500元的平安紅包 以及一份年節禮 幫助華山仁安及創世基金會 全台服務的2萬多名單親媽 職務人家庭以及低收入戶 長者等弱勢族群 我們達成一個共識是 我們沒辦法辦辦桌的方式 因為真的會有疫情的隱憂 我們光台北廠就有2萬個人次 全台有4萬個人次 那所以我想今年改采這個部分 我們也擔心可能社會支持 也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韓式吃飽三十活動 今年不辦桌改采送禮到家 以及5百元的平安紅包 主辦單位擔心影響民眾捐助的意願 因為光是今年10月份的捐款 就比去年同期減少了300萬元 因此創世仁安及華山基金會 再次希望社會大眾 能在歲末年中時 多多支持送禮到家的服務 在年前溫暖弱視民眾的心 人間威士離入李奇台北財富道